這個好像酒 三五好友來這裡喝個酒 點這個 然後這樣一直喝酒 喔 好爽喔 為什麼不早點講 我今天開車來的 它跟我想像中的金砂苦瓜 那個完全不一樣 顛覆我想像的一道料理 OMG 再來 大家好 歡迎來到時光旅人 我是原來的女孩又蓮 今天呢 我很期待的一支片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前陣子經過北屯區的時候 發現了一家店 它的外觀很吸引我 就是看起來超級澎湃 然後我就覺得 哇 這間店好像很好吃 我就在群組問說 欸 有沒有人想要去這間店吃吃看 然後呢 就意外的把大家揪出來 所以呢 就讓我們歡迎頻道很久沒有出現的 Jerry 跟 Cheryl Yay 太棒了 你終於在吃東西的時候有想到我了 玩的時候都不找我 去花蓮也不找我 就是要叫我胖而已 至少我有想到你們嘛 是不是 找你們來吃好吃的 應該是好吃的啦 它看起來很厲害 看起來蠻厲害 外面看起來超厲害 好 等一下我們就進去吃吃看 這間店到底好不好吃 因為我們也有問過店家 店家也同意我們拍攝 所以我就想說 欸 那就剛才來拍一支片好了 所以我就把大家揪出來拍片了 Let's go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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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裡的環境 它的話整體就是走一個比較日式的風格 然後我覺得它裝潢的還蠻有氣氛的 就是它會用一些木頭啊 然後什麼紫傘 燈籠 打磨之類的 去裝飾他們的店面 然後我自己是蠻喜歡這種環境的 然後它這邊還有很多很特別的地方 然後依依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嘞 我們今天的話就是因為來拍片 所以店家特別安排我們在包廂裡面 然後它外面有一個很酷的東西 就是大家最喜歡那個卡OK機 耶 我覺得喝酒喝嗨超適合 我覺得有一點非常讚呢 就是它有吃到飽的飯 跟喝到爽的飲料 超讚 還有一個蠻特別的地方 就是呢 剛忘記講到還有冰淇淋耶 冰淇淋超多 吃到爽的 吃到爽 因為我們是白天來的 它白天沒有串烤的部分 就是晚上才有有點可惜 晚上還有駐唱歌手 感覺超有氣氛的 那我們來開程 終於可以吃了 全部上期超級多 我們只有三個人 點了滿滿這樣一桌 我們就點了很多是他們的招牌菜 好那我們 我們先從生魚片台吃好一顆 很大一片耶 好蛋喔 超大 好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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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點點檸檬香味耶 真的假的 對 它有加檸檬片在中間 然後它真的有帶一點檸檬香 我第一次去吃 新鮮嗎 新鮮嗎 好爽喔 好爽喔 我覺得加檸檬香很特別 特別的爽口耶 而且它切得很厚 真的好厚耶 真的不得不說 真的很厚 好爽喔 好久沒吃生魚片 居然會在熱炒店吃到生魚片 對 我覺得滿特別的 它自己說熱炒店好像也不太算 因為它白天有熱炒 晚上又加了串燒那一些的 所以它感覺有點像是 G95家熱炒店的那種複合式餐廳 我喜歡耶 口感很棒 吃不停 真的真的會一直想吃下去 馬上吃完耶 不知不覺 這一團就被我們解決掉了耶 完食 可以耶 現在影片 這影片真的很極尖 超極尖的 再來這個 水煮牛 你確定你要吃水煮牛嗎 我不要吃香菜的部分就可以了 身為一個Gentleman 我幫他把香菜全部放在地上 你也學會搞你啊 這一定要配飯 外面有很多飯可以讓你配 這一定要配飯 它比我想像中的不辣耶 而且我剛剛腦袋準備要接收得到的是 很鹹 但其實它沒有很鹹耶 它剛剛這一碗關上來 我一般想說 哇這一定是JU的最辣 因為它看起來超重口味的 然後看起來超辣 可是它辣度比你想像中的還要輕微很多 然後一吃進去那個辣 它是辣椒的香氣會彌漫在你嘴巴裡面 而且它的豆芽菜很滷耶 對 哇這配飯 很下飯 這個我蠻推的 而且牛肉不會很鹹 但是豆芽菜又很入味 又有點鹹度 我覺得蠻剛好的 蠻剛好的 然後一點點嗆辣嗆辣的那種感覺 超爽的 這都可以讓我吃到半碗飯 難怪也是對人家吃點這種辣椒 好好吃喔 我看到一個遠方的一樣東西 我非常想吃 偶爾吃 泰式檸檬蝦 它一嫌淡的那一瞬間 泰式檸檬的味道 它整顆蝦頭都是泰式檸檬味 對 因為有高味 它真的有酸耶 而且不會酸到是那種嘴巴會覺得澀澀的難受 哇好大 超肥 它肉太殘牙了吧 我的天啊 而且我覺得它可能因為它有剪開了 所以它其實裡面的肉也都有入味道 有入味 而且這個蝦很大隻肉很扎實 喔 蠻彈牙的 我覺得它可以剝好配肉吃 它在上面就是那個聯盟汁的味道 哇 這什麼東西有吃的 很帥 很帥 什麼東西一味了 我們來加蒜苗吃吃看 加蒜苗下去 哇 那個酸味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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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提升了一個層次耶 這個好像酒 我跟你講 三五好友來這裡喝個酒 點這個然後這樣一直喝酒 哇 好爽啊 為什麼不早點講 我們現在開車來了 真的 我應該 應該來喝酒的 我蠻想吃這個耶 啊 吃那個 好好好 我告訴你吃 我覺得這很酷 真的很甜蜜 而且我這個人沒有很喜歡吃苦瓜 可是這一道太酷了 它好像不會苦耶 好脆喔 它是苦瓜嗎 嗯 吃不出來但是它說是吃就吃 超像在吃餅乾耶 很好吃耶 它跟我想像中的金沙苦瓜 那個完全不一樣 顛覆我想像的一道料理 我覺得好 可是很讚 因為它超酸脆的 我完全吃不出它苦瓜的苦味 有啦我剛吃了一大口 它有一天天一天一天的苦 我還好耶 我吃不太出來 然後你完全不會想像自己是在吃苦瓜 因為小時候一定很愛 因為它到現在還是酥的耶 超酥 而且沒有出油喔 吃起來很清闖的那種炸物 Oh my god 要塗一下 可以 金沙苦瓜 金沙苦瓜滿推的 滿推的 特別的 它很特別 我目前沒有吃到鴨是不推的 嗯 我想看一個比較特別的 乾扁鴨肉 這也是店家的招牌菜耶 來吃肉 我以為是多乾扁 多乾扁 等一下 要我等一下吃鴨肉 被你發現了 有鴨味嗎 沒有 你不跟我講你這是鴨肉 我會真的覺得我在吃牛肉耶 牛肉乾的那種感覺 嗯 它其實很入味 像我說不懂是什麼味道 可是我覺得吃起來滿帥氣的 甜甜的鹹鹹 然後都淡淡的 然後香香的 我覺得它介在就是 一般我們去買那個烤鴨 都還會再炒一份烤鴨 然後 然後有人可能會另外一點什麼 鹽酥鴨醬的東西 它會卡在那個 炒鴨肉跟鹽酥鴨它之間的東西 嗯 因為它又有 用炸的那種口感 變乾乾的那種 然後脆脆的感覺 然後它有加一些醬 又有醬的味道 就一個很神秘的地方 滿特別的 我推薦大家來吃這個 帶到這種 我想吃這個 臭豆腐 臭豆腐 你要吃臭豆腐 好 吃臭豆腐 它剛上來的時候那個 鍋子超燙 還在那邊 都在冒煙 整間包裝全部都是這個三杯味 我覺得它這個米鐵肉 就是 沾滿它那個醬拿去烤 就超好吃 它的米鐵肉 它比較不是Q的 但是它是軟軟末末的 可是味道超入味 好吃耶 它的醬 它是有點 鹹甜鹹甜的醬 然後因為它有用辣椒下去炒 所以它的尾巴會有一點微辣 超級下飯 它的調味我覺得很好吃 真的我剛才想要說 我覺得今天這每一道菜啊 它的調味 可能每個人不一樣 但我們都剛剛好耶 不會過鹹 對 我吃重鹹的人 我也不會覺得它太清淡 他們吃清淡的人也不會過鹹 配一點飯 配點酒 完全是剛剛好 這個很特別 這個也很特別 這兩道真的都超好吃的 我看到了一個沒有很特別的東西 那是誰點的 然後來吃個菜 對啊吃個菜啊 不然不健康啊 它就是真的比較偏清淡 可是它底下那個汁 你要去沾滿那個汁 你就會覺得很好吃 汁有味道嗎 嗯嗯嗯 就是 而且我是沾滿 然後去吸那個湯汁 就會覺得哇 很像在喝那種蘆筍湯 這樣 其實我個人認為它就是一個 其他東西吃太鹹的時候休息一下 對對對 可以清理一下你的味蕾 然後再繼續吃水魚 哈哈哈哈 剩下是我們的 除了湯以外的最後味道 韭菜臭豆腐 它有一個很厲害的一點 很臭 你這樣放著它都不會聞到 但是你吃下去就很近聞 它超臭 我就是喜歡這種 夠臭夠好吃 這蠻好吃的耶 我喜歡這個臭耶 它很臭 我看真的臭 真的臭耶各位 它也用乾辣椒炒 它每一道菜其實都是有在一點微辣 韭菜融化了一點點的感覺 韭菜就是增加了它口感 我覺得 我覺得這臭豆腐很厲害耶 好臭喔 真的很久沒吃到這個吃這麼臭的臭豆腐了 而且還是在熱炒店 臭它很好吃耶 還是用很奇怪的搭配 然後有醬 我一直講好臭 聽起來很像在罵人 對 聽起來很像在罵人 聽起來好像是在扁它 可是沒有 就是臭豆腐就是要這麼臭才叫臭豆腐啊 怎麼辦 我們又要把它吃完了啦 我們這一群胖子 不知不覺它又沒了 有沒有哪一盤是我們還沒幹掉的 完食 蘆筍 我們來吃一下這個 蒜頭雞湯 蒜頭雞湯 它的雞肉好大塊 這裡的東西好像都有特色特別大塊 蒜頭味好重 它常常都是蒜味 它肉不會切還蠻厲害的 好像滾燒酒耶 肉蒜滿嫩的耶 我們看到它超多種湯 有鍋鼻辣椒雞湯 有燒酒雞 有芋頭 鴨肉 米粉湯 什麼都有 如果這個很好吃 其他應該不會讓人失望的 而且我發現這家餐廳 你可能來很多次都沒有辦法 把它的菜單都吃完 太多了 天啊 怎麼可以這麼滿足的啊 今天也滿了 好 我們現在 完食了 對 把我們的菜都吃過一輪了 然後我們也來推一下 你們這樣吃下來有沒有比較推的品項 就是你覺得來這裡 再點這個來吃 我就喜歡它的那個 蒜頭雞湯 因為我本身就很愛喝湯 就覺得吃了那麼多 就是尷尬的東西 又吃了很多飯 就最後你給它來喝一個熱熱的湯 然後就會很舒服 然後再來它那個蒜頭真的濁到沒化水 然後熬到那個味道就是 OMG OMG 我覺得超難選的 可是 我應該要選水果牛啦 因為水果牛 我想也是 我想也是 水果牛它真的好下飯 我喜歡下飯的東西 我吃它就一直吃飯 吃它就一直吃飯 它味道不會很辣 然後也不會很鮮 那樣是剛好 我的話就是這個 金沙苦瓜 因為我覺得它太特別了 而且因為我是一個不吃苦瓜的人 可是這個我真的一直狂吃 一直狂吃 把它讓零食在吃在客 然後真的覺得好下酒 然後好適合來喝酒 可是我覺得 乾餅的鴨肉也不錯 因為它也不吃鴨肉 因為它也不吃鴨肉 我也是一直在吃那一個 它有那個臭豆腐我覺得也不錯 不是一個嗎 我覺得都還不錯 等一下我忘了一樣 什麼 檸檬蝦 檸檬蝦 檸檬蝦也很好吃 檸檬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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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們吃飽了 沒錯 以上就是 央蓮之居酒屋的開箱介紹 我真的蠻喜歡的 它每一道菜 我都覺得很中我的胃口 沒錯 它真的是出乎我意料的好吃 因為我原本只是經過想說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想不到它還真的蠻厲害的 看起來外面真的是 外觀真的是蠻澎的 很澎湃 就是它超 外觀就超吸引我的 平時下班 或者是不知道三五好友 要去哪裡聚餐的話 我覺得這裡還蠻適合的 就是東西好吃 然後又很下酒 然後還可以唱歌聽歌什麼 我覺得整體都很棒 就是推薦給大家來 想不到開箱到一間好餐廳 超意外 沒錯 好啊 那如果你也有美食餐廳 想推薦給我們的話 歡迎底下留言 然後記得幫我們 讚讚 分享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下次還有我嗎 如果你有空的話 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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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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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然 掰掰 感谢观看